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既然要谈到设计推特 我们第一个回答的问题 就是最本质的问题 它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做计算机设计最基本的方法 分制法 Devend and Conquer 那什么是分制法呢 其实就是把问题不断的拆解 拆解到你怎么解决为止 那它的艺术在于拆解的方法 从哪个维度来切 这是非常考验我们能力的 那我们把问题再回到最早的推特设计 首先我会想一想 如果要求你一周就开发出推特 你会怎么做呢 你的架构什么样的呢 我相信啊 你一定不会给这个复杂的架构的 也就是前端是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业务逻辑 后端是个麦西科数据库 这样就够了 但是呢 我要问大家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吗 我认为是个好的设计啊 因为这解决当时的问题啊 你的要求是一周开发出来 那你要搞什么复杂设计 包括我们上一周讲的微服务的设计啊 都是把事情搞得过度设计了 但是呢 推特的成长 我们就会预览各样的新的挑战 比方说 买CQ的数据库造成了扩展很难 为什么扩展很难呢 因为它是把同样的一个数据 取之分成各种关系存在里面 每次你取的时候都要通过Join来进行复杂的操作 这个Join当数据被切分的时候呢 存在更多的服务器上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说的很难扩展 另外呢 任何变化 现在都需要部署到所有机器上 因为服务不断的升级 就变成了每天都是不断的部署了 成Daily Deployment了 所以说每次部署的时候 当机时间很长 其次呢 就性能差 因为所有服务都要部署在一起吧 就造成了它的内存占用率大 而且呢 部分核心模块 还是因为当时的单线程设计 成为了各种瓶颈 最后呢 架构混乱 因为所有模块在一起嘛 就一团浆糊了 那怎么做呢 怎么破呢 对吧 答案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小凭证的民族英雄 就把杀毒刀 将问题来拆解开来 所以第一步啊 就是将存储切开 我们看后台 就可以拆成存推辞的 存user的 存timeline的 存social graph的 我们看到 timeline就可以拿Redis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来保存 我们不久会有Redis一个课程的 而对于其他用户 其他的数据的比较gizar了 其实就是一个分布式的MySQL数据库 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数据都不适合用MySQL分布的 而有东西是适合的 所以说 把这些适合了用MySQL来sharing一下 而不适合了拿别的数据来存 就是一个存储切开的方法 嗯